frh пт 3 大家好,我是 læ zie 療育戲美食開展啦 今天要做這道 馬鈴薯起司煎餅 酥脆的饼皮一口咬下,起司爆發 雖然啦 熱量可能會爆表 但是你的心或許也會被這道美食所滋滅 這就是所謂我講的療癒性美食 對阿夫就說 趕緊來做我們這一道 馬鈴薯啟絲煎餅 嗨 喜歡吃馬鈴薯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知道 這邊開發以前 一路希望在這位家分享看起來 到粉絲網站在這位家的分享看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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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個分享到 就說拍片段動力 截圖 排根切成條狀 馬鈴薯入鍋 煮至沸騰後 轉小火 煮3-40分鐘 將馬鈴薯去皮 放入培根 炒至金黃後 倒入馬鈴薯中 馬鈴薯 培根 鹽 胡椒 蔥花 美乃滋 均勻混合 將餅皮稍微擀開 餅皮鋪上去吃吃 以及馬鈴薯餡包起來擀開 可以吃 水 只有餅皮 放入馬鈴薯 加快 將餅皮 放入大湯 加快 馬鈴薯 加快 再加快 加快 濃水 加快 用水 加快 加快 虹 用原本培根的油 小火半煎起司马铃薯饼 煎至两面金黄色即可起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